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flatter 如果有人请你出席某个姓会 你回信的时候要客气的 你可以说 I am flattered to be invited 这个flattered 等于 pleased 和 honoured 有中文的姓蒙错爱的意思 接着说flatter这个字 我不喜欢被摄影大师拍硬照 一来怕辛苦 二来 I am not keen on looking at myself 我没有固影致连的兴趣 但有些人不同 很喜欢拍照 因为照片经过技术加工 照片中的样子和真人的样子 可以判若两人的 the pictures flatter them 这里的flatter当然就不是称赞而是美化 其实化妆品 化妆技术和服装 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the purpose is to flatter one's looks 不外是想美化一个人的义用 用flatter这个字可以讲句尖酸刻薄画 比如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个绝色家人对他垂青 你不信 你说you flatter yourself 这句等于中文的 你自量啊你 you flatter yourself that you are Aaron Quark 好心你自量啦 还以为自己是Aaron Quark 这个动词是insist 意思是坚持 坚决要求 坚决主张 可以这样用 he insists on jogging everyday 他坚持每天都跑步 留意是insist on jogging the preposition是on 请你用个字典查清楚这个字 现在讲的就是日常的用法 比方你在朋友家坐都吃饭时间 你想告辞 主人家说留下吃饭 stay for dinner 你可以这样认 alright if you insist if you insist 等于中文的恭敬不如从命 又比方你和朋友在餐厅吃饭到埋单时间 将单bill到的时候 你朋友说 let me take care of it 让我买单啦 你可以大大方方说 alright if you insist 如果你想表示客气一番的 你可以这样讲的 no you shouldn't 不应该的 对方就说 I insist 如果你不再想推躺下去 不想再客气下去的 你可以大大方方说 thank you very much 聊事 impose impose是个动词说的一个心字 可以这样用法 th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a further tax on tobacco 政府对烟草多征了航水 new restrictions have been imposed on trade 贸易受到新的限制 这两句里面的impose 都有强加的意思 好了 现在讲日常用法 有时要朋友帮手 讲出要求之后 多数会加一句 I hope is not too much trouble 希望不是太麻烦 除了这样可以说 I hope I'm not imposing on you I hope I'm not imposing on you 等于 I hope I'm not asking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do 中文大概就是 希望不是太为难你 又讲回朋友家坐过例 到吃饭时间 朋友说 吃完饭再走 你远拒 可以说 no thank you I don't want to impose on you 译成中文大概就是 不要啦 多谢啦 我不想再打扰了 学日常英语过了初学阶段 最怕什么呢 就是写几些样板句 看一个例子 有人向你奉茶话 have some tea 要茶蜜 样板句的回应不过两个 一个就是yes thank you 另外一个就是no thank you 为什么样板不好呢 就是如果你向人奉茶 人家的回应可以不用样板句 有变化的 现在看两个变化 第一 I don't mind if I do 这句不能够直译成中文 I don't mind if I do 回应的就是have some tea 整句应该就是 I don't mind if I have some tea 用个do字代了have some tea 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 就是好 第二个变化就是 I wouldn't say no I wouldn't say no 基本上等于yes 译成中文又是只有两个字 好 为什么学这些英文呢 不过是三个方法 看电视 英语电视和电影的时候 留心听 第二查字 怎样看个mind这个字呢 可以找到 I don't mind if I do 看个say这个字的时候 又找到 I wouldn't say no 第三当然是要好学不愿